大家好 又是專業建言的時候 今天我們這集請了另一位朋友還有我們的嘉賓 就是竹永雄先生Keswick Keswick是一位社工 但他跟一本社工很不同 就是他是一個很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獨特的做法的一位朋友 他的裝束 他的裝扮 令到很多人第一眼感覺 這個真的是社工 我第一天見到Keswick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但在很短期間裏面 我給他們工作的熱誠 和他們事物分析的能力 是深深到感動得 我們這集專業建言 和以往很不同的 就是我們希望經過在Keswick的工作裏面 了解多些年輕人的實想法 而我們亦希望經過分兩集的時間 頭半集是做有關於對年輕人的情況 Keswick的工作背景 後面那一部分 是看看經過到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或者接著去選舉委員會的提名之後 有甚麼新的啟發 其實香港的年輕人是怎麼想的呢 我希望在今天這一集裏面 給大家一些答案 給大家的啟發 好了 事不言辭 我們去節目吧 大家好 今天專業建言又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找到另一位好朋友 Keswick 足永雄先生 一位對我來說很特別的社交工作人 不如我介紹一下自己 不如你自己說一下為何我覺得你這麼特別 好 謝謝你 首先謝謝大家 邀請我上來分享 本身我姓竹 我的姓比較少有 全港人只有百多個 天竹的竹 竹花頭 太拳打橫做兩橫 如果是社工 就只有我一個 是這個姓 這是哪個鄉下的 浙江 是 因為這個竹 令我想到是武俠小說裏面的姓 天竹傳奇 沒錯 我本身是一個 現在叫做註冊社工 一個現職的社工 我1994年就在城市 當時是城市理工 現在是城市大學畢業 接著就投身社工行業 但期間我就不斷進修 其實過去十幾年就 都讀了不同的科目 因為都覺得人不應該這麼狹窄 所以就去擴闊 還有我想剛才主持所說的 我的外形 就不是那麼傳統的社工 看上去就像做 可能是做攝影師 做設計 很藝術 很有藝術氣質 藝術家 多謝 所以大約的背景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找Kassik上來 其實我怎麼認識Kassik 是有一次我們做過一個論壇 是講對80後的看法 我們那次希望能夠 在不同的角度去探討一下 其實社會上 為什麼要將那些年輕人 標籤做80後 Kassik那天 令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很少一個社工 能夠這麼進入 跟人聊天 對我來說是很強的感覺 我第一眼看到他 很藝術的 我是否會有他自己特別的脾氣 就是所謂的感覺 完全沒有 反而他對事實有很多東西 那個脈搏我覺得掌握得很好 我再看他的履歷 原來他是做很多 調解的工作 甚至乎是 現在讀了法律的學位 又再讀下去 可以成為師 對嗎 但你選擇 你就會用那個知識去幫助你的工作 對嗎 本身社工 我們叫做一個 是借助社會學 心理學 加在一起 作為發展自己社工的一套 但我發覺 其實社會 不是那麼簡單 當然 讀完三年四年之後 其實社會很複雜 在我們所學的範圍以外 還有很多東西不懂 所以接著就讀了一個 M-Sort 讀犯罪學 因為我的 mission 是處理一些編清 或者叫做違規違法的年輕人 讀完之後 當然有很多衝擊 就是看事物 或者去分析各方面 接著就開始發現 社會 其實如果你要慢慢再提升自己的狀況 其實要做很多管理的事情 但那時候也覺得 其實管理 在我們社工很狹窄的角度 覺得管理經濟商業 這些好像是 那時候比較純粹 就覺得是 同秋味 對 我社工是為社會做事 我們很偉大的 他們很偉大的 那時候真的是這樣想 所以就很不想碰 但發覺已經不是說 社會正在變化了 如果你不碰 或者你不深入去 其實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你自己更落後 所以最初 管著這個心態 打算到MBA 也叫做看下發生什麼事 但讀完那兩年之後 其實對我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看法 甚至乎我們看法是 商業社會 或者需要運作 比社工更加 是 例如很簡單 我穿件衣服 這個配件 是否適合我呢 這張座椅 是否舒服呢 其實是經過很多計算 很多客戶的調查 是 他了解一個市場 要什麼而去設計 是 他不是純粹想 把錢拿走 而不給我 是 是 而且他更加要 up to date 今天這個時刻 我穿了這件衣服 明天我要另一款的時候 你的市場又不能讓我選擇 所以看法 原來看法 原來看法 不能這麼合藝 在自己社工的角度 或者以為心理學的角度 了解所有的東西 所以那兩年 就令我 有一個轉變 然後 再有趣一點 我發覺 香港 我看那時候是2003年 我開始看 香港的發展 其實很像美國 但是好像落後美國 十年二十年那樣的情況 那時候我看 未來的香港 那時候2003年 我說 香港未來 律師 或者法律知識 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其實中環全世界 很多的偉大人物 或者總統 很多律師 美國總統有很多律師 是的 我發覺 為何這麼有趣呢 我開始有一個疑問 第二 我一直以為 做一些違規違法的年輕人 我自己都應該很熟悉 不要緊 讀一下 看看 然後偽然報了一個 Juris Doctor 最初我以為 法律只有刑事 這麼簡單 怎知道 讀進去 一進去 深刺海 三年裏面 真的很不容易 完成 裏面也給了我 很大的衝擊 我想第一 就是令我看東西 叫做乾淨 對於是 以前可能在科學科學科 看分析是很多角度 以至有些時候 容易沒有了 不知道自己在什麼位置 因為每樣都能說 沒有了自己的位置 但一個法律師 就是 你站在哪個點 然後如何去做分析 如何去做分析 然後做個結論 令你的腦部分析的道向 我叫做乾淨 清晰 是 紀念之後 之後 就會有一個訓練 剛才大家跟我 一邊聽著 Casic 講的 都在想 這個社會工作者 應該是 會可能晚上 去收拾一些 年輕人回家 幫忙 但如果你有機會 去讀犯罪學 或者所謂的 Mediation 其實實質上 如何幫得到你 譬如有幾個社會工作的朋友 他沒有機會這樣訓練 的 他會有些什麼 會看不到 或者有些什麼 你會看多些 能幫到你的工作 能夠幫到這幫年輕人 我想三個層面 第一 你自己看事物的時候 你不會那麼主觀 因為當我自己 修讀不同的課程的時候 其實發覺在不同的角度 真的有切入點 和分析到位的地方 以至第一 自己看事物 第一 你會減低很多 你會謙卑很多 沒有那麼自負 對 沒有那麼自負 有時社工 當你越接觸年輕人 越接觸對象 你覺得你好像很清楚 但當你讀到其他 不同的學科的時候 你會發覺 其實你只接觸他一面 還有很多面 就是眼界闊了很多 對 就是闊了很多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去處理的時候 有些知識 好像法律一樣 真的是你知和不知 你認識 還是一個錯的理解 沒有一個是你調演繹 那條法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例如那時候連代 跟同行說 吸食毒品是犯法 他說不是這樣 那條法律是寫明的 Cat 134 Sectual 8 是很清楚的 例如這些 你沒有這些知識 你就以為在那裏做一些輔導 其實有機會 是錯了方向 是 因為法律本身的訓練 你是要不斷更新的 因為香港是行Case Law 你不是純粹看條文 你還要看法庭 看法庭 看法庭 看其他參考 做參考 令到你自己的動力 去修正又不同了很多 當然很仔細的理論 即是幫我們那個角度 如何去理解 以及想一些介入 都是有很多的 譬如過去你都 剛才跟我們說話 我們聊天 我們年紀都差不多 都說那個 那個領域裏面 你都做了十幾二十年的社會工作者 有沒有一些特別難忘的經歷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是一個最有意義 給一個是 到現在都僅僅於懷 有些人說 如果我做到這件事 或者我早點做就好了 有 可以分享一下這件事 挺有趣 1997年 有一個個案 他當時都十七歲 很高大 是六尺多 是香港人 是香港人 他濫用藥物 插天拿水 插得很重要 村裡有個花名叫天王 天王 對 因為日插夜插 那時是八元一枝天拿水 即是在那裏索 在那裏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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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慢慢慢慢慢慢 正值的時候 是97年 即是移交的時分 7月1號 那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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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那些小孩 告訴我 他開始不容易找他 因為他躲在周圍 在樓梯底 周圍 因為人們開始不和他玩 因為他太厲害了 其實是不是犯法 黑天拿水 不犯法 那為什麼人們會不和他玩 他會變成怎樣 因為那些人不想玩得那麼差 但他差不多24小時 一出門就拿著天拿水 就問 對 那他有沒有上班 沒有了 即是沒有上班 沒有朋友 吃飯 都是拿著天拿水 那家人知道嗎 都知道 那怎樣幫他 其實那時候我的矛盾在於 有一陣子找到他 他改了 然後他又跌倒 一定是 然後再收到消息 他躲在一邊 躲在隱蔽地方 其實要找他 剛巧那一期 我正在讀M-soft Science 接下來那兩個星期 我就開始要大考 我要拿兩個星期大價考試 我想這個星期 我找不找他好 即是有時間我去找他 對 如果我找他 我接著又要放兩個星期大價 還是我等三個星期 接著再找他 究竟我要怎樣平衡呢 真的好像人生交叉點一樣 你找完他兩次 其實談不到兩句 接著放假 其實作用又好像不太好 但不找他 心裡又硬著硬著 那他怎樣算呢 他今天和明天 下個星期又怎樣呢 那時候都剛剛出來工作幾年 覺得人沒有那麼差 就等他自己生活一下 也找些人嘗試再找他 找些同事嘗試再找他 我自己就放假考試 考試回來 我真的就拼命去找他 找到他了 那時候他已經遇到 已經不出街了 找到他 因為他已經不出街了 那三個星期 就像滑梯一樣 就滑到最底 怎樣知道最底 他每天在家裡睡覺 有一些廁紙 有天拿水 就放在鼻子上 然後再找睡覺的毛巾 包著頭 來睡覺 那就是每天都在聞 24小時 很多天拿水 就不是一個不貴的東西 不貴 所以他就買得到 是的 百元一支 但是那個傷害就很嚴重 他後來那時候見到他這樣 去到就馬上 我們叫做engaged回去 跟他做一個結連 然後轉介到醫院 最後一個星期之後 醫院打電話來跟我說 祝sir 你那個個案 進院跟他做了一些檢查 他的智商只剩下75 因為腦子被天拿水 融化了一些細胞 是這麼嚴重 亦融化了眼睛 一些視覺膜的細胞 所以看東西也有些影響 因為是很揮發性的東西 是 揮發得來 還有他的腐蝕性 對 當時聽到這個電話 我心裡被揮發 然後我馬上進入房間 真的哭了 我的主任敲門 說阿祝有什麼事 有沒有事可以幫忙 我告訴你 不要理我 那15分鐘在房間 就問很多問題 為什麼會是這樣 如果我早三星期見他 會不會有不同呢 還是還是沒有幫助呢 或者現在這樣 他搞得這麼慘 他還有沒有機會復原呢 他跟著那條路怎麼走呢 然後大約用了15分鐘 人是很慘的 然後我說不行了 我要走了 那天剛剛都下班了 因為剛剛去完攝影機 出來收了這個電話 兩點多鐘 然後就下班 我也先走了 然後搭車 又是另一個15分鐘 回到家 我本身是驚徒 我就祈禱 上帝為什麼這樣呢 如果你覺得他需要改變 如果你覺得我不是幫到他 那你找另一個媽媽 為什麼要在我手上呢 我考試讀書 其實都想做到 為什麼會這樣打擊呢 然後在那裡就祈禱 然後有一個聲音 就知道 你哭夠了沒有 你傷心完了沒有 傷心完了 你要起床 要做事 他的路還有很長要走 你還要支援他 還要輔導他 還要家人支援他 他有一個新的一頁 你還要走 不要看眼前這一部分 當然他有他的責任 我也有學習的地方 然後這樣的一個警醒之後 就真的開始 就拚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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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來都站不到 我頭一段時間會撞到牆上 走樓梯也走不到 會腳震 吃煙也好 拿著煙 還要吃煙 為什麼要吃煙呢 是震震的 吃一口 吃一口 在這個狀態下 由最簡單的 可能骨斗 做一些負視物理治療的事情 然後幫他搞 然後幫他提升他的信心 那裡搞了大半年 他出入醫院 做一些醫務的處理 到最後怎樣 他現在想走走 可以追巴士 可以犯過 沒有再吸汗水了 沒有了 他是不是很灰 因為他的智商都去到75 所以溝通的深度 就沒有一般人 真的可以說 真的好像看出電視廣告 他本身真的毀了 是啊 就是有一個缺點毀 當然在那個經歷裡面看到 第一 社工有自己的限制 第二 看到不放棄的精神 就是你 如果那天放棄了他 可能他這一輩子都會被人遺棄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跟醫生說 我說醫生 如果近期有什麼新藥 有什麼新的療程 你想在他身上做一個試驗 有時候也會試新藥 找一些患者願意參加 你告訴我 我有信心 令他和家人簽紙給你 醫生看一看他發握 他說不用了 這個案子沒有什麼價值去試 因為他殘到這個地步 那時候是推輪椅 不讓他走 因為他六呎高 但只剩下八十多磅 很瘦 因為已經蠶食了整個身體 所以骨頭都怕他會脫 你怎麼開始這個漏雜 所謂的 最初都是出來玩 跟人 黑社會 跟所謂的 啟藥水 差不多 差不多 你覺得差不多 接著就認識了一些人介紹 接著試試試 接著一些經歷 有些經歷打擊的時候 又吸收多一點 接著又好一點 接著又打擊又吸收多一點 又好一點 接著不斷地下去 這個案子是我的Lang marking案子 我自己因此 就代表了一個Moto 一個座右銘 就是在我們做社工 或者輔導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叫做 Unmotivated is given But there is only incapable the social worker OK 我覺得他們這麼殘 或者他們不想變 他們覺得這個世界 是這樣也好 是正常的 如果他們想變 他們就變了 不需要我們出現 所以接著去 你一定是遇到一些人 有這麼殘 他們這麼不想變 只要你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去影響他們 或者影響身邊的系統 甚至影響社會 來他們怎麼看 或者怎麼處理他們的狀況 以至改變才有機會 問一個問題 剛才聽你這樣說 有一個個案 你要去跟 我們考試都掛念它 我也很心理交稅 考試都掛念這件事 我想問你問題 如果香港有這麼多青年的問題 社工一定不會有 對等的數目 一個可以跟幾個 可以幫到幾個 還有 很多時候 你這次就 躲在一角落頭 如果真的有時候 傻了上來 你是沒有起身的 即是拼你也不出奇 人生危險有多少 其實有沒有那個能力做到多少 還有會不會有好事 會不會做到很傻呢 或者到暗場會不會 耐載駕油炸鬼 遇到它 算了 不要這樣 這個部分 我們下一個節回來 等Casic和大家說 我們又回來 跟Casic繼續談 其實剛才我問了你 其實會不會有個社會 會很容易會 俗稱是借了 或者是心灰意難 俗稱是借了 或者是幫忙 甚至乎想 社工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 但都在打工 就不是有經過幫我 即是社工去平自己 還有應該是 你應該用什麼態度去面對這件事 始終剛才你說的 商業社會可能還是 比讀書的社會 你怎樣看我這個看法 我覺得無論從商 或者是做社會服務 或者公共事務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個 mission 一個事名或者照明 推動他下去 然後大家就會看回復 即是回來的 是 金錢或者物質是其中之一 在社工層面 當然每個人都有不同 這個職業 都可以保障你的生活 即你的基本薪金 兩三萬 四萬五萬 都有的 去到的 即是不難去到的 都要時間 是的 要時間 越新的就越難 因為整個pay scale 都減了 我們舊的 入行難不難 剛才沒有機會問你 入行也不難 但一定要讀大學 一定要讀大學 即是沒有大學畢業 想幫都幫不到 是的 我想那個fet up 或者是剛才所說的 借不借 如果在我們自己的行業 其實很少人會叫做好借 是 因為我們看那個 我們叫做點線面 看每一點一定有很多困難 但看長一點 看線性發展 你會看到好像有一些出路 但如果再長一點看面 其實那個cover coverage 那個不同的系統的轉變 其實是會看到那個生機 或者那個改變 是會多很多 特別我們都會去看回 當事人自己的資源 這是我們的信念 是 不是我們進入去的世界 幫他做些什麼 我們只不過 如果是比喻這樣說 我們只會幫他 撥開他前面的帽子 把他裡面的東西 好好地交流 最終就是去做 始終都是靠他的 是的 一定是 好像現在這樣 我近這兩個月 就非常繁忙 因為我們有個tender 就入懲教署 就處理一些職犯 他有吸毒問題 他吸毒了二十多三十年以上的人士 一些戒毒小組 一樣 進去問到他的時候 他當然說他的犯罪次數 他多到都不記得 進來監錯 監錯五六七次 都是事小 吸毒已經是二十多三十年的問題 但他們 至少在我的眼目中 其實他們每個人都很珍惜生命 就算他吃白粉也好 其實他都是珍惜生命 因為如果他想死 是很簡單的一回事 即是他很容易死的 是的 一支白粉針 你只要有一支空的針筒 打空氣入血管 一打 搞定 他每天打針 其實每天他想死的話 每天一支針 就可以累斷生命 但是他這麼辛苦 偷騙拐騙 每天都被捏掉 為了一粒白粉刀 其實他都想留住一條命 當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如果他自己都認同 我們要問 為甚麼 即是吸食白粉 香港來說是最差的一批人 很多人都走開 你道友 或者你自己坐前自己 去到那麼 容許說句 那麼賤 擺到自己 但你也有個鬥志 是要生存 我們運去 你為甚麼 當他醒了 其實他有些東西在為著 不過是沒有信心 沒有能力 沒有支援 我們就要去做這些 所以我自己本身讀完NBA之後 我發覺 其實商界有很多有心人 只不過他不知道怎樣幫 不知道怎樣做 或者不知道在哪個系統 可以做些甚麼 令到事件有些改變 其實大家可以 放置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位置 來將社會推動得好些 當然 怎樣做都好 你自己也有灰心失意 這個一定有 所以第一 如果有信仰 自己的信仰 第二 你自己同行的互相鼓勵 和怎樣去改進自己的處理手法 我們有很多專業的討論 怎樣令到今天我所做的 能夠找到一些 叫做 我分享給你聽 你又再做 然後回來告訴我 我又再做 這個專業的學習圈 其實令到大家的志氣提升 因為原來你這個可以 我又試一下 我可以不可以 大家一起互相刺激 縱使很困難 其實我們相信總有出路 當然有些人說 你們做社工很困難 我們便會回答 是的 是很困難 困難是沒有問題的 我對人沒有傷害 對自己 我困難一點 我又開心一點 我走出去見他 我有個笑容 有時候困難也不錯 反而有時候 你以為自己很計算到現實嗎 其實處處有生機 處處有不同 問題是你那個態度 或者你的信念 是在幫你 還是在拔你後腳 剛才你自己也說 我比較另類 或者跟一般社工不同 我只能看得到 我跟你聊天 我知道你的思路很清晰 但未聊天之前 覺得為什麼會這樣打扮 會做社工呢 隨時問是否要我幫你 很多時候你遇到一些 編清也好 即反也好 其實你覺得你 比較做自己喜歡做那個形象 幫不幫你打破那個 破兵會容易一些 還是你覺得 反而還要多些時候去接受你 我心裡 社會上很多很出名的社工 形象 都是西裝 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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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穿衣服 比較傳統 是否我的印象 已經是過時 還是怎樣 我都不過時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問題 或者關心好奇 其實就是 其實是少許成長經歷 我以前讀中學的時候 那間學校很嚴重 髮型一定會像你這樣 剪到要不可以 不可以流的水 不可以碰耳朵 後面斜腳 前面拔下來不可以碰眼眉 嚴重到有時候 違規走過來幫你剪掉 以前的年代都還可以 現在不行了 當然 所以那時候 那五年其實都頗抑制 我覺得為何一定要這樣 是很煩的 因為那時候我占豬頭 兩個星期你要自己留髮 很煩的 覺得很麻煩 長一點也不行 還有那些蜘蛛頭 你一留長一點 好像怪物一樣 旁邊就長得太 撐出來 你又要再收 所以為何經常要收 長就發又要被人罰 為何會這麼麻煩呢 所以一到達蜘蛛頭的時候 我就讓它長 讓它長 我就不理它 在這個狀態下 就讓它自己慢慢生長 本來我不是特地要這樣打扮 但我發覺這樣打扮 有時候也有個好處 其實任何場感也好 別人認我是很容易的 因為這是一個 在香港而言 不是般般 我經常跟我媽媽說 我媽媽說 你有空就弄髮頭髮去 你弄成這樣 我跟媽媽說 不是的 你去美國加拿大 其實我很普通 很正常 沒有特別 我媽媽更精進 她說 你現在在香港 你不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我就不理你了 你去香港 你就弄好一點 但是下去 初初有時候 都會有一些麻煩 有時候都會問你 不知道你是誰 離遠網的時候 因為我是做一些編清 街頭年青人 有時候走過 別人都不知道我是大哥 還是警察 還是什麼人 是 但是在裡面 那些小孩 幫我改花名 又很正面 你猜不到 文西山也好 那些小孩 幫我改花名 看到我 叫我做耶穌 我過得遲 我也想剛剛猜中 是的 他們會說是耶穌 有一次多日 我最近買了外賣 買過波仔 外賣 波仔飯 然後走過 耶穌吃波仔 他們會主動過來 我聊天 反而會這麼容易打開話題 不過我想我自己去看重點在於 我也有個刻意想給他知道 其實如果你做回自己 你肯定自己 其實是做得到的 如果你不是傷害別人 總之你不要有跳褲 站在你 別人容易接受你 亦給他感覺 其實你要接受我 你覺得我是否怪不怪 還是怎樣 不然他們又不覺得 什麼都很有趣 你有鬍子嗎 那鬍子是真的假的 是不是染鬍子 我就不是 那你有一天 如果真的摘了頭髮 看你掃 認不到我 不知道你是誰 可能我照鏡也認不到自己 所以我想這個 現在來說的幫助很大 下去的小孩 或者有時候出去開會也好 那些人認我 容易認我很多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開心的事 整個開心的事 我們才會完結 有些什麼你覺得是 過去讀了這麼多書 真的讀得很直 或者有些個案子覺得 很有意義 對你感受最深的事 是哪個案子 剛才說過一個 是一個Landmarking的事 這次說證明一點 就是再開心的 有些什麼 令到這份工作 這麼有意義呢 講一個最 講兩個 好 當然歡迎 有一個是我 第一個個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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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過了身 不過他就 Sudden Death 身體突然間有事 他是過失 他最初也是 爸爸是賣白粉 媽媽是夜總會大家姐 他和哥哥都是出來跟人 然後舅父也是江湖中人 在這樣的環境 即是整齊 直到電影這樣 是的 典型的一般叫做 好像條路生成這樣 他就很火爆 出生街的人不是很想跟他走 有理沒有理 他就跟別人 俗稱叫做開波 就打架 就算是去講數 別人講得明 今次留他聊天 他也要打架 他又無緣無故要拿一架餐 找一支棍打架人 在這種狀況下 真的跟他有很多 要拉據他的交心 尤其是疏出來做 第一個案子 通常是你最寫的 因為你差不多 整個 分析下去 我跟他很有緣 我跟他同月同日出生 所以那個的感受就很深 看著他又很差 甚至過到澳門 南馬仔 過去跟澳門那邊的黑社會 其實他每一次 就來落去到很低谷的時候 他會打給我 就告訴我 我現在去澳門了 做甚麼事 我現在回到澳門 然後我過去 南馬仔 之如此類 每一次 或者在香港落馬攬做事 他會打給我 跟我說 他每一次想 知道自己越來越壞之前 他會想起我 再跟我談一談 因為他知道我 這句話是正氣的 是 就拿著那句話 他捱到那一刻 他又起身 然後又再來找我們 因為他已經不在自己的村子裡還 他已經出到尖沙咀 旺角 澳門 那樣 不斷地電話 約出來談 電話出來談 接著真的跟他談一下 處理 到他爸爸因為白粉素 被人砍死了之後 真的 然後他又有一個很大的把擊 然後又沉過 看著他的生命 起起伏伏 在三五年裏面 大約他慢慢開始找到自己 然後介紹他做一些賣菜 一些菜欄 天天天下午四五點起床 要去下課 然後就去搞賣菜 有空下去幫顫一下 看著他 看到他在那裡慢慢找到自己 是 就過努力 他哥哥又改了 然後 他自己也搬開了家 然後又自己生活 然後很開心地 到一段時間他自己都真的穩定了 他找到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老闆談 叫他老闆給一些機會給小孩來做一些事情 我幫你教 然後我們有時候 我叫同事就帶一些年輕人在那裏做事工 他會告訴我 你的同事 我的社工 你的同事是一般的 是不是新來的 我教一下他 和小孩不是這樣談 他不受的 他會這樣幫助我們的同事 他聊聊天 他分享一下這些情況 最後他再回教會 他也是我第一個帶他去信耶穌的個案 最後他自己又回教會 找到自己的生命 然後很有緣 他死的那個月份 其實都是我媽媽過世的那個月份 前後兩天 我自己心裡講得這麼說 我心裡祈禱 你上去天堂 當好 你看著我媽媽 就是一個盤 這個小孩很甜的 他們的關心 他會在你有需要的時候 他會記得我們的時候 時節會打電話來和你問候 他離開了多久 他在2006年過世 幾歲 那時候他剛剛小我 10年 30歲 30歲未夠 其實好像很可惜 不要管他做什麼 一個年紀是二十多歲 就算是 26歲 你可以這樣說 我又覺得 在人的角度是 但是我覺得 在他臨死之前那三四年 他找回自己 真的那個燦爛 他跟著去打泰拳 學打拳 整個生命有不同的時候 真的可以說他不再負長短 他那幾年出來 也給我很大的感覺就是 他這麼困難的家 這麼多問題的地方 他可以捱出來 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可能 另一個簡短一點說 類似都是這樣 但是家裡沒有那麼差 帶出來跟人 打架 做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不好意思 經常出來跟人 去黑社會那些 對我來說好像是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很多 今天二零一一年 還有沒有 有 多不多 對我來說 第一段時間 看到黑社會比較企業化 不是打打殺殺 不是出去打擊銀行 好像做一些比較高檔的罪案 是不是還是有這些情況 有的 不過比起十年或者二十年前 就完全不同了 第一 黑社會真的被政府的嚴密處理下 其實鬆散了很多 他不能夠以前那麼嚴密地去 有自己的組織 第二 因為太大變化 有很多的所謂編滿生意 沒有以前可以那麼壟斷性去做 太多因素在影響 所以他都不能夠那麼高度控制下方的手下 第三 那些手下 現在那些年輕人 大介小介也好 都是說錢 你有錢我就跟著你 你沒有錢就過著 你你大哥 所以他們那種自主性要發為 他不一定需要跟別人才能夠發為 他可以自己想辦法 自己搞生意 搞一些偏門生意 都可以 所以我們再去輔導的時候 就相對容易了一些 因為那些危險性就會低很多 剛才的個案也是這樣 跟別人 有黑社會背景 有時候他都會去掃牆 他記得一次跟我說 即是青人才敢做 拿著袋 糞便 真是糞便 下去就銷納好 到收掃 不讓整批東西 扔下去 其實是很過癮的 他說很興奮 好像拍戲一樣 然後下去酒吧 拿起一支棍 見酒樽 然後拿椅子 真的比拍戲還要現場的感覺 所以裡面的生活令他們很刺激 當然有很多風險 那裏就有很多輔導 很多活動 很多家庭處理去做 今天他開公司幫人上市 今天他擁有四架名區 最漂亮的是林寶堅尼 兩架寶馬 你不要告訴他 他是打瓶打回來的 不是 他真的做正行生意 就一分一毫地賺回來 但是他還不肯打電話給我 祝sir出來吃飯 他說 你那時候的教導提醒 今天可能我就是 古惑就是一個 當然他自己很多努力 他的意思是 他會喝水思源 他很想當今天風光 他很想告訴我 其實你那時候做的事情 可能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覺得有點無聊 不過看你這樣也算 跟你去一下 慢慢一點一滴地做 今天他有另一條生命 當然我們也不想用物質去界定 但至少物質告訴我們 他有個努力 也得到社會的認同 他才可以有這些生意去做 就是讀書考牌 一號四號七號牌 去考那些幫人上市 那些事 我覺得不容易 這些情況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但是你看到這些案例 或者這些個案 他們的努力 家人的幫手 兄弟姐妹 其實你發現 就是他們的生命力 其實很強 是 剛才所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那麼容易 發生呢 因為看到這些個案 其實他們都這麼努力改變 何況我們自己 我們只是一個工作時間 我都不是24小時給你 在工作時間盡我們的能力 盡我們的知識 去做一些處理的時候 當我們能夠善用時間 善用資源 其實那些事情就應該有證明 其實可不可以借你今天 剛才所說的 你也有很多的感受 為什麼呢 其實有報紙安場說 為什麼你說 剛才問一個 可能比較膚淺的問題 就說 我就不停打一份工 細節幫的人 誰幫我呢 很正常的就是問自己不足夠 但其實反而 正正所言 我知足者常樂 當你見到人們 在這麼多的情況下 他都去爭取 或者你比他更加好處 在幫助人 很多的看法 那個價值會不同 當然我不會說 去否定人肯定做得好 絕對不會 但是你說 自己的心靈那個平衡 是不難做的 還有我覺得 可能還有意義 譬如我們做很多公職的朋友 都是 你不要 你給我一個名字 其實 初初可能很開心 我發現其實都不外如是 是 是 好像前一陣子有些副局長找我們 他都很想了解一些狀況 其實安排年輕人跟他聊天 其實他看到一些政策 對人的影響 或者一些同學 年輕人很想反映你做一些事情 對我一些什麼反應 事後再跟副局長談的時候 他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關上訪門 想很多事情 其實最終的目標 都是想社會變化 但是社會怎樣變化 他們很難知道 有時候找我們幫忙 了解一下面貌 有關店的 沒有記者 沒有其他人 我們社工都走開的 你們自己聊天 他問了 你喜歡就說 就會聊 令他看得到 原來他在做的事情 對社會的受眾 其實是什麼果效 其實是重要的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直接看到果效 有時候重商 覺得辛苦在於 就是可能你做一個產品 究竟客人買完之後 他有多開心 很遠 就算銷售都不知道 就看到他買過 可能很開心 但是回到去怎樣 未必回到跟你說 所以相對來說 你的利益 或者是貴賣的東西 多一些 是平衡得好一些 我們相對來說 那個立即回到 就是他的改變 他有時候買俠西餅來找你 很開心 我連個次打電話給你 報告 我結婚了 我生兒子了 我升職了 其實那些就是 我們不斷地收來的 Return 就真的是無價寶 而無價寶裡面 我們大運社工都覺得 很多時候 個案的endurance 他們的耐力 其實是教我們 人是可以這麼堅能 讀書看很多 但是這班人的生命 十年 二十年 讓我看到 他們是真的 你不是看故事 都不知道 大家都有時候看故事書 看人物的情況 你都有些 有些少少疑問 會不會美化了 會不會是角度問題 但這個是你自己認識的 你看著他大的 你看著他現在的狀況 那你的影響 對我們自己就會很大 就是覺得 你所做的 不是就是這樣即時 有沒有果後 剛才說的 就是點線面 你看到他 然後他影響旁邊的人 前一陣子也有個年青人打給我 現在開了兩間車房 開了一個波樓 沒有電腦很久 朋友都沒有很久 裡面看到 其實個個都可以有很多新的發展 問題就是 我們放幾場線去看他們的正面發展 社會工作者其實負擔 做那個工作 可能很多朋友都沒有留意到 但聽你今天這樣說 其實幫助了很多人 其實你剛才所說的情況 是他有 不要說上市公司 就算有一個正當的職業 其實他沒有再影響下班青年人 下班那一條 其實已經幫助了很多 對嗎 那我們在下一節回來 大家再深入不去問問 Casic究竟現在我們在香港 遇到新的文化 香港譬如有時訂東西 我們遲些區議會選 下次再談 區議會已經結束了 其實現在的青年人 是不是被人說得這麼控制不到 只是說 其實這代青年人和以前的青年人其實一樣 不過哪個方法不同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談 看看Casic和我們怎樣去演繹 大家好 今天又回來我們專業見言 這一集我們有一個很新的嘗試 就是我們上次先下了三分二集 剩下這三分一集 我們就特意等到剛剛過去了區議會的選舉 因為這個區議會的選舉比較是香港近期的大事 我都在想在選舉結果裏面看不看到年青人 或者社會上要的東西是甚麼呢 我們剛剛11月6日選舉 我看看Casic你怎樣看選舉有甚麼啟示 特別你做在金錢線 你對那個結果有沒有很意外 因為為什麼你看到寫文年和人民力量 就是那個成績完全是強差人意 而公民黨也都不是很成功 很多民主黨的議員也都不成功 建制派好像叫做大勝 那你會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是你的感覺是怎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比如陳淑莊有些說 他對結果都有點詫異 那麼我們議事論事這樣說 你覺得為什麼呢 我想首先就未完全看那個鋪法 即我都未看選民的狀況去看 其實就未必能夠很仔細地說 所以我都要看我自己的印象 你的感覺他們在做你的工作日常 我想今次看到很明顯的結果是幾一面倒 還有一些以前會覺得年青人可能會很支持的一些陣營 是的 在這個選舉裡面反映不到出來 我想最詫異的地方在這裡 我自己看就是其實年青人對於很地區性這些事務的投票 其實那個意欲不是很高 明白 因為對於那些可能是交通 或者一般那些地區設施的事情 其實他不是最緊張的事情 因為都不是很影響到他 是的 我相信這個距離感 對於他要投票 對於他要參與這個選舉的細節過程 其實就未必是很著緊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會說很大來反應 因為他知道如果真的叫做找了這些人進去區議會 那又怎樣呢 這些人的意思就是他平時可能很激進一些 如果真的去到議會的層面 在地方議會層面是否這麼大需要呢 我想年青人自己都會想 究竟地區是要甚麼 以及他自己有多大的興趣參與 參與 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是一個啟示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的年青人 我想包括他們二十多三十歲 三十多歲以下這些 其實他對於大是大非的事情 其實興趣或者衝動會大很多 對於一些很民生性很基礎性的事情 我相信不是他們最熱賜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結果 和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結果 應該是兩個不同的畫面 不可以直接做一個參考 特別年青人都說 就算他講區議會 他都覺得理論上 區議會很接近民生的事情 對他來說很遠 但如果你說立法會選舉 那些無論論壇那些宣傳 其實他很有興趣會去參與會提議 我相信到時他們的選擇應該會有很多 例如我們今天也有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剛剛是這個行政長官選委員會 剛剛今天結束提名 但今屆就有幾多很特別的現象 以往可能是有些協調了 名單擺放去自動當選 今年我想是個個隔別都好像 連宗教界都聽到有人要出來去競選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已經不是說叫大家去陰典的文化 你覺得怎樣解讀年青人對這方面的看法 或者他們可能很多年青人都參選都不定 一千二百人裏面 相信可能有三四千人參選 很多都會是年青人的 你怎樣看這件事 我先拉遠畫面 其實在80後90後的畫面 為何對這班人不太掌握呢 我想我們這一代和他們那一代 有個很明顯不同的 就是他們以香港為一個立命之地 對於我們這代 我70年代出生 上一代其實父母安排也好 或者自己意願也好 其實出國或者到你成長的時候 你會考慮香港是否你自己一個最終的地方 好像我媽媽那邊的舅父 其實全部都在外國 這件事提出來我也對 曾經我有機會在外國讀書 讀書想我是否回香港工作 不回香港工作都要考慮 但這一代可能 這代就不是 譬如我們現在出去外國讀書 多的 但各個一定回來的 不會說有 敢介有留在那邊 但不會說有很多留在那邊 或者要千方百計要拿居留權 這些都不同了 我想整個畫面不同 就是對於80年代後出生的人 基本上他只是以香港為自己的地方 香港是他的家 你要怎樣寫 寫直觀呢 我相信如果可以選擇 香港 如果我住在柴灣 香港是柴灣 柴灣 不是要寫那個地方都未去過 什麼去過 潘如 東莞 例如 那些是用來寫的 你問他自己哪裏出生 他就會覺得是香港 你哪裏人 香港 對於中國的新聞認同 還是薄一點 但香港是很大 所以用這個鏡頭再想 其實對於他來說 要選特首做大是大非的事情 其實他很熱詞 因為這是他有份的地方 明白 用這個角度去想 其實回望之前那十年很多事件 無論是天星 無論是起貼街那類 其實為甚麼會這班年青人走出來 而不是70年代 60年代的人走出來 去保持 因為他們其實不是為了一條街 不是為了碼頭 而是他想覺得香港有些事情 是他自己有些事情去說 香港有歷史 而不是突然間這裏插一棟大廈 那棟插不住的建築物 好像沒有甚麼感情 要你這樣說 其實香港人的人的身份認同 其實越來越強 是的 那香港對香港是好事 是的 所以你見為何 剛剛的七一 有一班年青人要霸住地方 要去宣洩 如果他真的覺得 別人覺得他這麼沒有希望 覺得他這麼斜 這麼斜 其實這些政治的事情 真的完全是在門外之外 打機買衣服 去撕東西就算了 為甚麼要搞那麼多事 上次的選舉 和今次 即是現在說特首的選舉 或是來近立法的選舉 我見年青人的參與一定是越來越高 你怎樣看 未來的一千二百人投票 年青人當然一定有份 但不會很多 都是從屬於界別 有沒有機會出來參選 你會怎樣看年青人的結果 譬如說 我們剛剛今天可以說 有兩位 比較明顯些 一位是被選 一個是考慮參不參選 另一位已經說 不再爭取參選 有一個還未決定到 一個考慮提名 五花八門的說法都有 你猜對年青人來說 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 我們都很開心 下一代對香港緊張 否則香港沒得救 如果對香港緊張 但他沒有票投 但個個都會指指點 因為對每個人的做法 在報章電視媒體 朋友聊天 是一個很似的話題 大家在談 我經常想一件事 我當我們有套用你的說話 將鏡頭望遠很多 如果他日成功登取到 一千二百人的六百零一票 以上的人選到 那是新的行政長官 如果這位行政長官的民望 剛好是所有人的縱皇所歸 最理想的 香港可能是第一件事 重新上路 人家會不支持 但一個不注意 可能沒有什麼理由 哪方面的意思 一個站在民意 五十九對四十一 比起一個八十對二十的人 有很大的差別 那些年輕人會怎樣 如果發性癮的事 目光問他誰 我們不要在這個界限太早的差動 你會怎樣看 我理性分析 你會怎樣看 我想先講大部分人 其實現在我想香港的狀況 都進入一個叫後現代的處境 就是多元為本 共識很弱 在這個狀況下 其實年輕人就分一杯羹 因為他所要求 他所看的東西 基本上他不覺得 一定要跟大人一樣 不一定要跟一些社會 有地位的人一樣 他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有自己的看法 他通常都有自己的參考路徑 特別是大家覺得對的東西 他更加覺得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去行 他不會一定去接受 其實對來講是好事 香港以往的田下式教育 就是我們說一 一二就二 然後我們年輕人 開始會想事情 你可以說他們會想事情 也可以說他們冒險的本錢 其實大了很多 好似 所以對於他選擇一些候選人來講 他未必純粹要看過去一些 很多的政績或者經驗的東西 但是如果他有一些英文很隱瞞的 或者有些言論很突出的 其實很容易會拿到他們的共鳴感 因為年輕人都是他自己的根本不太多 如果他想別人給他機會 他都覺得你不要經常看我以前怎樣怎樣 你看看我現在 我講將來的東西 所以一樣的 我覺得他們去選或者去考慮的時候 都不是純然看一個人過去如何如何 都要看你現在的言論 你現在的期望 你將來的抱負 來參考或者考慮 我想特別是一些不太想 是一些密守成規的事情 希望要試一些新路 好像剛剛上個星期 我都不是年輕的 都是二十多歲的 玩一些遊戲 有一個叫地雷鎮 暗派了一些地雷的 你走下去就會死的了 各邊有兩批人都向前走 走一個不行的死了的下一個走 到這邊最年輕的那個 之前走的那一格是沒有地雷 他特意不走那一格 我明知沒有地雷 我需要再試 他就試另一格有沒有地雷 他再走 挺奇怪 對於年長的人覺得 你跟著別人走就最好 對於他們來說 我們當然是 你跟著就跟著就走 但他們覺得 我有青春 為何我不試試新的東西 我真的沒有想過 為何還要跟別人 你可以說他傻就行 你說他沒有那麼精神就行 因為他覺得跟你的路 其實我已經知道結果 其實沒有驚喜 為何不找一些新的東西 最多都是 如果玩遊戲來說 最多都是失敗 但如果你有選特首 對他來說 最多都是五年 不會太差 現在的年輕人 如何看香港 譬如當我們今次 撞我們又把鏡頭又失敗 當今天 曾特首 中了五年的任期 這個從來沒有人說過 沒有人出來參選 香港會怎樣 不變 甚麼都不變 會怎樣 我想那些年輕人 都未必是很喜歡 因為過去這段時間 我想真的很多的政策 其實是拿不到大部分的 剛才想叫蟹吃 聽旁邊有位女士說 我要黃帝蟹 很大隻 好像很好吃 很大隻 先生 黃帝蟹多少錢 這麼大隻 二千多三千元 很值得 我還未收到六千元 不值得 四千多元 香港政府 派了三百多億 六千元 在一位女士身上 對她來說 是將和黃帝蟹參法 不是說黃帝蟹不好 大家都感覺到我講甚麼 其實我覺得我們很悲哀 那筆錢其實應該 有更加多 有需要這筆六千元的人 多於吃蟹的人 他不吃一餐蟹 是沒有問題的 我想過去的狀況 年輕人未必 很直接關注 不過去看很多的測試 很多的政策 和她相關的 無論是學制 或者很多的借貸 現在在講的情況 或者其他一些副學士 然後現在引申的那些 升學就業的安排 其實對於她來說 其實香港的機會 或者可以給她的空間 其實她們都有很多意見 我想這個當然不是一個人 一個特首完全影響了 開造 但是整個制度 或者整個改變 對於她來說 其實過去四五年 其實都是困難 或者辛苦 意思是說 如果接下來 我們講的假設性問題 如果這五年都不會轉 香港的問題 你覺得會更加難解決 還是應該都一路 差不多發展 更加難解決 她剛才說 年輕人 如果我是高高在上 不問人間煙火的官員 她說 你也沒有票 或者你也 最早不來 不要投票 你沒有得到你的事 我們中產階級 公務都有車有樓 最多不換大家 我都沒事 社會會否真的出問題 你覺得 我想是那個 是否有些人說到 是放大了 香港問題 其實真的有問題 會出現 我覺得會有問題 你覺得是 如果簡單說兩件事 第一就是 其實近兩三年 那些人對警方的信任調低 或者倒轉來說 就是不信任提升 第二 對司法制度 無論是JR 即那些 司法覆客 或者整個法庭判決 一些社會大的議題的時候 那種的覺得被政治影響 多於司法獨立 其實如果嚴謹一些 去看這兩件事 是社會響起危機的一個訊號 剛剛你這樣說 我想一件事 最近在李克強來香港 香港大學發生了一件事 其實我們沒有人知道 發生什麼事 警方就說 當時 可能他去之後 不讓他離開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警方就說 其實背後 他開圓路的樓梯離開 他沒有離開 我們不要去參與 我們不在場都不知道 但很奇怪 社會上我想百分之 大多數人都覺得 警方是錯的 或者處理得不好 不是最恰當 但其實你和我都不知道 在想一下警方 其實我們靠他 保護我們 我們對他沒有信心 問題 如果我們對執法 和司法 兩個都開始動搖 其實這是香港過去幾十年 一個很重要的基層 警方由七十年代開始轉型 連結性 連結很好 連到全世界都會來看 你都要怎麼做 你成為一個很獨立 即非政治參與 真是趕司法處理執行 和司法制度 用一個普通法 一個後歷史下來 如果這兩個開始動搖 如果那是年輕人 看到這兩個都不信任的時候 加上政府是弱勢的話 那整個社會就會出現一個嚴重的狀況 例如 最近有一位 剛才說過的說話 都吸得到我的說話 我們要凝聚共識 要溝通 要做和諧社會 這些口號式的叫法 其實個個都想的 但是 如果你要拿著這些中指做法 協調 協調不到那些事情 那就不要做 你都要有人肯要站出來 例如說我不怕被罵 中槍死就死 我試一試 我就覺得 香港是否去到那個階段 我想開始是有些另類的聲音 即是怎樣帶動大家 向前面去走 去想一些方向 而不是純粹是一個很表面的利益 可能是6000元的例子 就是要分這些利益 這些分利益一定是大家很多爭執 無論是說新來港人事 或者說做門 或者說18歲以上 這些這麼表面利益的事情 如果你不決斷的話 一定是令到分化多於凝聚 凝聚的一定是大家講前面的方向 我們講的MVV 即是你最大的使命 你想香港在亞洲 在亞細亞 甚至去到整個世界性的位置 在哪裏 大家怎樣看呢 如果沒有這些願景的話 去回以前六七十年代的人 去想香港我在這裡刮一桶金 我走的時候 其實不在這裡再去 放心機種樹來做生根結果 其實香港就會 好像一個鬆土 大家拿一堆走 這樣就開始 其實如果你在前線 你絕對有擔心 是很實在的擔心 是 等於年青人對警方過來 去處理的時候 覺得 喂 刺人 一般的 這樣的時候 他已經會 對整個社會的制度 都不會很信任的話 你貪污其他事情 自然都會容易出現 你這樣說 你猜現在那群年青人 希望有什麼 香港的領袖 譬如我們剛好 真是幸運 幾個月後 香港會選特首 特首是誰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沒有人投票 只有1200人投票 譬如我自己投票 我們希望多多人支持 我們有信心支持的人 但你說1200票 就是那1200人 現在還未選出來 你會覺得 如果我們有這麼幸運 可以選擇 你覺得市民希望有什麼領袖 我先第一個論點 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權選 我們應該有權選 不 現在是有權選 不 現在是沒有直接 我們趁機會說 雖然那1200票 不是我同意 我都沒有參選 今次開國沒有參選 但我相信我們去 將我們的意見 去跟有權投票的人說 去影響他們 去影響他們 這是我們應該公民的責任 這個制度是這樣 我們沒有直接投票權 但可能是間接影響力 是的 但也不是直接 是的 所以在裡面去看的時候 我想現在我自己個人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人出來 其實去想一想 未來十年或者再遠一點 究竟香港想去哪裏 特別在中國那麼多個散分底下 香港其中之一個地方 其實想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我想以往十年 因為經濟上上落落 令到政府太過短視 搞定那個衝擊 搞定那個海嘯 就好像做了所有事情 其他事情就慢慢做 無論是建設 或者教育 或者整個社會的發展 有一個願景在這裏是重要的 因為你要再 但不是每年的施政保育 都很多口號 建設未來 什麼 什麼機業 也有說的 我想這個 以前真的就著那個轉型 特別在剛剛幾次轉介 都是一個經濟 那個低潮底下 其實首要都是將經濟先 以致令到經濟上 就好像有東西搞 經濟下落就沒有東西搞 但整個社會不應該 是要經濟做一個最大的重點 香港自己的文化 早十年開始說香港價值 但說著說著又好像 去了一些活動形式 而不是香港要凝聚自己 我們香港人是甚麼一回事 香港的身份是甚麼一回事 我們是想怎樣發展香港 以致那些人在這裏的時候 是考慮或者爭取 我們所堅持的那些是甚麼來的 如果你沒有這些東西去招聚那些人 其實現在那個後現代化 那些東西四分五列多元化 是只會愈來愈複雜 但是如果在一個遠景裏面 要容易些 招聚大家一起有共同的看法 去付出努力 而那個可能不是五年十年的東西 應該是再長遠一點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看法的話 其實香港就會成為一些 大家進來去賺錢去拿資源 或者拿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的一個地方 一個跳板 其實會重複回以前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香港 那些人來香港做生意 因為想入大陸 所以在這裏就盡量找方法 拿一些資本 或者拿一些物料 然後進去發展 而是對香港整體發展 其實是少的 無論是寺田殖民地教育 即是如果趁這個機會 我們都不栽培香港人 對香港是我家的心情 香港又過五年 我們又難追蹤五年 你想想其實很搞笑的 你在立法會選議員 之前要搞的是什麽呢 就是議員的國籍 你要去清一清他有幾多個國籍 其實這個應該不用問的 需要立法的 如果你在家裡等著來家裡 我清一清你有沒有其他家裡的 你才來家裡 不會的 你自己在家裡覺得自己 以這個為家你才進去參與 為什麽你要有幾個國籍都來參與 然後找立法去處理這些人 以前毛巾就是這個情況 現在的人不是的 你在這裏就在這裏 在這裏為什麽呢 大家要去想要去發展 而不是好像那種 你見他拿著在 即是過客的 是的 在這裏就拿些資源 拿些脈絡 然後可能是做其他事情 在想其他事情 同床異夢 如果個個都是這樣想 那你只要 如果用環保角度 你就盡量去剝削它 盡量拿現在最好的東西 而不是去令到那塊地 十年二十年都更加豐盛 你沒有這些想法的時候 整個經濟的循環 或者其他狀況 其實都是一個 不是良好的環境 是 其實你覺得 今次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如果能夠有一個好的領袖 暫時只有兩位 哪位選到都好 如果做不到這件事 香港就真的非常之悲哀 是的 或者會延續過去的艱難狀況 是 你會覺得 年輕人是甚麼可以做到 令到 誰選到都可以幫到香港 你覺得 第一步是發聲 我們自己做社工 其實很想 不要先去批評他所說的 是否成成熟 是否了解一個大局 而是 他見到那個圖案 他見到那個畫面 他很想說話的時候 是否給多些空間 就算他沒有票也好 可否搞一些表演 就算他不是很懂得寫經政治的東西 但是他見到這些畫面 他很想說的時候 其實不應該太多的閘口 難阻他們進入這個議事的空間 當然在議事的過程 很多不同的feedback 很多不同的回應 其實是在慢慢提升他的能力 那個動建 但如果連說都不說 你要等到某個水平才說 其實人們不會由零到一突然間變 對 一定是中間有很多的輔助 很多的機會 才去到 發展的過程 是的 這些選舉是一些重要的歷程 給他一些參與 即是你今天18歲或17歲 聽第一次 其實五年後已經是二十二三歲 再五年之後 你已經去到二十歲問 你再看其實 不是很多個這樣給你參與的機會 但如果每一次機會 開始給他一些參與 給他聲音 或者有些的分享 甚至有些教育訓練給他們 知道發生什麼回事 其實他們再去擁抱 或者再去同意政府的事情 機會又會再多些 好 謝謝你今天跟我們分享年輕人的問題 第一次嘗試把訪問和討論 分開兩個部分 有機會是之前更加認識 讓我們了解更多些青線的情況 也很高興今天有機會 經過一些選舉的事情 更加看出我們年輕人要什麼 謝謝你 好 希望下次再跟我們聊天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時間過得很快 我經常覺得 有些比較特別的議題 的每一次節目 斬眼就做完了 今天剛才我在節目開始也提過 我們這次是第一次的嘗試 分了兩部份來攝製 第一部份 是跟Cashwood有深入的去聊天 看看他不同的個案上的啟發 剛才他說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因為他自己 又有鬍鬚又有長的頭髮 非不得 不會令到他跟他們溝通不到 反而令到很多人 令到很多青年的朋友 更加容易去跟他溝通 因為覺得他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這種溝通的方法 其實大家有時候真的要參考一下 未必一定是傳統的做法是最好的 其實不同的人 不同的方法很多時候都能用得著 另外第二部份 我也覺得很有趣的是 經過一個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以及在選舉委員會的提案裏面 能夠探討到很多年輕人的心態 其實我們出來做公務的人 很多時候都希望保住一個心 能夠盡力做得多少是多少 令到社會更加好 剛才Caswick也提到很好的步伐 都能感染到我 其實很多年輕的朋友 他們因為現在社會的變化 他們不會像以前我們這樣默守成規 我很記得我們讀書的時候 經常都說 香港填鴨式教育 讀死書 永遠都不會去問問家長 今天不是的 我們年輕的一輩 獨立消化能力強了很多 他們會去問你 他們不會說一 他們一定是一 他們會去考究過 其實這些做法 我們應該是多些鼓勵 亦都可能因為互聯網絡的發展 智能手機的普及化 令到很多青年人對資訊的掌握 比以往更加快 更加準 可能這些就是社會的改變 亦都令到政治的改變 亦都可能社會將來的下一代 的做法跟我們也有很不同的地方 我很希望以上的節目 能讓大家 可以開始思考一下 其實我們香港將來要怎樣走 我們怎樣能夠去 儘量協助那些年輕人 真正成為香港的社會動量 大家回去想想 有時候的資訊 會議會電 您會顯示 今天我們要用來 香港在諷刑